欢迎大家来到牛客网程序员比试面试专题讲座 本期讲座的内容是与对列和站有关的知识以及相关的高频面试题 首先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站和对列的基本性质 站和对列作为最基本的术语结构当然比较简单 站是先进后出的 对列是先进先出的 打个比方 站好像是弹夹 先压进去的子弹最后打出 对列就像我们日常排队的样子 先排队的人先处理 站和对列通常都有练表跟数组两种的实现方式 但是数组实现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练表涉及许多练表的指针操作 我们先来看一下站所支持的操作 首先是泡步操作 也就是从站顶弹出一个元素 当然也可以直访问站顶元素而不弹出 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peak所做的操作 或者是top操作 接下来是push操作 也就是从站顶压入一个元素 最后是size操作 也就是返回当前站中的元素个数 对列也有类似的操作 但push操作是从对列的头部压入一个元素 而pop操作是从对列的尾部弹出一个元素 对列和站的这些操作 其实都是常数时间的 也就是时间复杂度为必勾1的操作 站可以直观地理解为一条射线 底部是固定的 而元素的进出站只能从站顶进行 对列其实可以理解为一条直线 它的操作是从两端进行的 但是对列的一端负责进对 另外一端负责出对 还有一种结构叫做双端对列结构 这种结构在两端都可以进出元素 此外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结构 叫做优先级对列结构 也就是说元素出对的顺序 可以按照每个元素内部的优先级决定 但是优先级对列其实并不是一种线性结构 而准确来说它是一种堆结构 所以优先级对列并不是线性表结构 那么关于站和对列 实际上还必须掌握与这两种结构有关的两种图的便利方式 比如我们常说的宽度优先便利BFS和深度优先便利DFS 那么深度优先便利实际上就是用站来实现的 比如大家看到的图中 按照深度优先便利的访问顺序为1245367 做法是1进站 2进站 3进站 3此时作为最深的节点 出站 那么当前的站顶是2 2的下一期节点中 节点5还没有访问过 所以5进站 5此时又是最深的节点 所以5出站 此时2的下一期节点都访问过了 所以2出站 来到了当前站顶1 1的下一期节点中 节点3没有访问过 所以3进站 6进站 那么6此时又是最深的节点 所以6出站 当前的站顶变为了3 3的下一期节点中 7没有访问过 所以7进站 然后此时7又是最深的节点 所以7出站 回到了站顶3 那么3的下一期节点中 此时都访问过了 所以3出站 那么当前站顶变成了1 此时1的下期节点也都访问过了 所以1出站 那么元素入站的顺序 实际上就是访问的顺序 也就是1245367 宽度游线便利呢 实际上是用对列来实现的 宽度游线便利的访问顺序为 1234567 做法是1进对列 然后1出对列 并且把1的下期节点 23一次放入对列中 然后是2出对列 并且把2的下期节点 45一次放入对列 然后3出对列 把3的下期节点 67一次放入对列 然后是4567一次出对列 所有的元素 进对列的顺序 就是访问的顺序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平时所使用的地规函数 实际上使用了系统提供的函数站 所以地规函数的处理过程 可以看作是一个函数 进站出站的过程 所以任何地规函数 能够实现的功能 都可以用非地规的方式实现 站和对列的结构 是基础中的基础 与之相关的面试题 当然也是变化繁多 希望大家好好掌握 站和对列的基础内容 并用大量的习题 来巩固所学大的内容 实现一个含有特殊功能的站结构 在实现站的基本功能的基础上 再实现一个返回站中最小元素的操作 即为Gatamine操作 要求是 首先POP Push Gatamine操作的时间复杂度 都为BGO1 然后在设计的时候 可以使用现成的站结构 那么在设计上 我们使用两个站 一个站用来保存当前站中的元素 其功能和一个正常的站 没有任何区别 这个站计为Stake Data 另一个站用来保存每一步的最小值 这个站计为Stake Mean 具体的实现方式其实有两种 第一种设计方案 我们举例子来进行说明 假设我们现在要依次压入 345121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每一个数都一定会压入Stake Data中 但只有当前数小于Stake Mean的站顶的时候 才把当前数压入Stake Mean中 比如压入3时 Stake Mean中为空 所以压入3 压入4时 Stake Mean中就不压入4了 因为4大于当前Stake Mean的站顶 压入5时同样不把它压入到Stake Mean中 因为5大于当前的站顶 那么压入1时 我们看Stake Mean中是同步压入1的 因为1小于当前Stake Mean的站顶 压入2时 Stake Mean中不压入2 因为2大于当前的站顶 接下来又遇到压入1 压入1的时候 Stake Mean中压入1 因为1等于当前的站顶 那么第一种方案 在弹出的时候 先在Stake Data中弹出站顶元素 假设这个元素即为Value 然后比较当前Stake Mean的站顶元素 跟Value哪一个更小 当Value等于Stake Mean的站顶元素的时候 Stake Mean弹出当前的站顶元素 当Value大于Stake Mean的站顶元素时 Stake Mean不弹出站顶元素 很明显可以看出 方案1的压入跟弹出规则是相互对应的 由上文的压入规则可知 Stake Mean始终记录着Stake Data中 每一步的最小值 同时根据弹出规则可知 Stake Mean在Stake Data弹出的时候 依然维持着整个数的最小值 那么第二种设计方案 我们依然用原来的例子来进行说明 假设我们现在想压入345121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和之前一样 每一个数都一定先压入Stake Data中 然后比较当前的数跟Stake Mean的站顶元素 哪个小哪个就压入Stake Mean中 比如压入30Stake Mean当前为空 所以压入3 压入4时Stake Mean中不压入4 而重复的压入3 因为4大于当前的站顶 所以重复压入当前Stake的站顶 压入5时一样 重复压入当前的站顶3 压入1时在Stake Mean中就压入1了 因为1小于当前的站顶 压入2时Stake Mean中不压入2 而重复压入1 接下来压入1时在Stake Mean中压入1 方案2在弹出数据时 Stake Data跟Stake Mean是同步弹出就可以了 很明显可以看出方案2的压入跟弹出规则 其实也是对应的 由上文的压入数据和弹出数据的规则可以知道 Stake Mean始终记录着Stake Data中每一步的最小值 压入跟弹出都是维持了这样一个所有元素的最小值的这么一个结构 方案1和方案2其实都是用Stake Mean的站 保存着Stake Data中的每一步的最小值 共同点是所有的操作的时间复杂度都为B勾1 额外空间复杂度都为B勾N 区别是方案1中的Stake Mean压入时稍省空间 但是弹出时稍费时间 而方案2Stake Mean在压入时稍费空间 但是在弹出时稍省时间 明天才能让你来的 到复杂的地方 柯和弹出时稍费空间